每一間屋都有它不同的故事 有一些是單身的Wall 有一些是Family Home 今天我們看的屋 這位男士他就放了很多心機 心血和設計的思維 在他這個Designer Home裡面 無論這個名牌的廚房設計 樓下的浴室 還是上面的櫃 傢俬 他怎樣的位置都好 他也放了很多很多心血 心機 還有Design in a Ford 一會兒我會慢慢介紹這間屋 跟我來看吧 這間屋是在士嘉堡地區 附近就是太古廣場 無論去學校或者吃中餐都很方便 在1979年建成 你所見到的 這就是原本的業主在2014年翻新 這間屋打通了 做了旅內的upgrade 你看到無論地板 牆 天花板 廁所和廚房 都換了新的 這間屋在用料上 因為當初是想自住 和設計給整家用 所以都用最美的料 無論是燈 椅子 智能家居 架司 他也放了很多心機 和做工下去 你現在看到燈已經配置得非常好看了 你現在看到這個廚房用了 Malais的廚具和德國的廚櫃 廚櫃最厲害的功能 除了可以upgrade和改變用途之外 亦有特別耐用 而燈的話 除了橫向燈 屋頂燈 亦有不同特色的燈 為家多了一天 紛紛的感覺 上樓梯 我們會看到浴室內 有很多儲存空間 還有一個Rain Shower的淋浴花灑 而刺隔也是在歐洲燒仔 有防菌吐層 而客房也很大 放了一張床 放了一張斜椅 設計都非常摩登時尚 我們現在過來主人房看看 在主人房裡面 你會看到放了一張King size床 三邊落床 那個衣櫃都非常大 放了多少衣服都沒問題 然後去看看這個工作間 如果這個工作間有BB出生 亦可以把它變成BB的房間 我們來到Basement就是氣浴 在這個Basement上 因為屋主之前喜歡去日本旅行 就有這個日本inspire的溫泉浴室 這個結局一樣是來自於歐洲 看著這個電視浸浴 真是非常寫意 然後再看一看外面 作為一個Coworking Space 健身房 或者是家庭應援 都是非常好的選擇 你喜不喜歡這個房子呢? 如果喜歡的話歡迎聯絡我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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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